今年第14号强台风黑格比目前正在向广东沿海逼近 中央计算台23号下午发布了台风预警最高级别的红色紧急警报 受其影响华南沿海多条航线停运 黑格比强台风将在明天凌晨到中午在广东的虚文到阳江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候的强度可以达到强台风量级 这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大陆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台风 它的影响范围比较大 主要影响广东广西海南 后期会影响到云南和贵州等大部分地区 国家海洋预报台23号下午发布了风暴潮和海浪红色警报 广东黄土潮位战24号6点前后将出现破历史记录的高潮位 从23号早晨开始 穷州海峡下金航线全部停航 由于24号台风经过时 风力将达到十级 通过越海轮渡过海的越海铁路列车也将停运 深圳的港澳航线 珠海线及所有出入境客轮也于23号下午停航 部分航班也被取消 目前海南已转移了渔船及微防群众9万多人 有2万多艘渔船回港避风 广东阳江湛江汕头的2万6000多艘渔船和船上人员也全部回港 另外受冷空气的影响 2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降温幅度达到15度左右 其中吉林白城降温幅度最大达19度 黑龙江北部地区还出现了双冻 气象部门和农业部门提醒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应及早采取措施 减轻和避免双冻危害